座談會由中華民國新聞通信事業協會理事長葉秀峰擔任主席 中央黨部副級主任陳宇欽等200多人參加 葉秀峰在致辭的時候說明座談會的主題是如何進化新聞文化出版 李會員氏一直認為用來管固全民心防 一定要本的自強自力的精神 貴重並且通過帳典公平總統競選連任